美国之报目前的拳雷打王就是他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Man Olsen 他在9月份打击手感真的好得太夸张 昨天他才刚敲出双响炮 今天在对上废城的比赛 他又炸裂了一发阳春拳雷打 本季第51红猪炉 已经正式追凭勇士队的对史记录 而且接到这一颗拳雷打球的客场球迷很贴心 他们没有把小白球带走 而是丢回去球场 让Osen可以带回家好好做纪念 勇士跟费成人两支在国联东区前两名的球队 火力都很凶猛 而且想要卡位战机龙头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这场比赛把对方赶走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两队也刚好都派出最强先发 一个是勇士的王牌Max Free 一个是费成人墙头Zad Wheeler 然而率先发难的人 是有爱之邦的Nicastiano 卡斯蒂安套为顶尖对决送上小菜 航出全场的第一分 然而对面的斧头帮 最近有个男人把小白球送出墙外简简单单 大联盟的权力打王Man Alson 在四局上怀疑颜色 Man Alson瞄准这颗外角低球 航出本境第五十一轰 正式追平斧头帮权力打帮主Andre Jones 高悬十八年的队史单季最多轰记录 这颗权力打记录球 如果拿去拍卖 铁定狠有看头 但是这位捡到球的费成人球迷 不管他是贴心还是对费成真的很挺 他把球丢回球场 让Alson可以好好的收藏 然而这场比赛为了庆祝好日子 还上演华丽的烟火秀 费成重套Brice Harper用拳雷打 达赠生涯一千五百安理神杯 可惜友爱之邦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Alson率领的斧头帮 还有Acuna Jr. Marcia Asuna继续释放烟火 最终勇士在延长赛中以7比6胜出 国联东区蜂王的魔术数字来到M2 华氏新闻林区卫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